这是谁给你买的帽子啊 我妈妈帮我买的 你的帽子也太可爱了吧 这是啥 这是信号吗 这是野兽信号的是吗 不是啊 好像是个尾巴 看可爱吧 小北你过来 我抱你好张 大家好 我是小北 我们家就多了一个星辰员 这是我被破了养了一只小狗狗 对面那个叔叔家 他们家的狗吓了好多个这种小宅宅 然后说看我把多多照顾的很不错 所以就送过来了一条 他们又给他起名字呢 你说起啥名字好 多多 别欺负他 这个多多 他好害怕吧 你看 哎 哎 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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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喜欢趴在走到肚子上 可能是因为暖和吧 咋了 掉下去了 跑去刺激的 跑到 脖子 差点捂了呀 快点捂了 掉下去了 好重 好重 快点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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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 让你外腹给你帮回去好吧 你帮到你们家去 你们家去 我外腹不准 我外腹不准 你外腹不准啊 为啥呀 她说梦奇家里会很脏 所以 会家里也很脏 觉得这种土狗还挺好养的 就是比那种宠物狗好养 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土狗家里面人过来过去的 或者有小朋友惹他的话 可能会咬到别人 是不是也要给他打疫苗啊 朋友们 打疫苗的话 是不是我自己买的疫苗 可以给他打吗 我上次给百万打过 看他们几个好喜欢 这是狗一周围着 你们喜欢 你们帮回去好吧 他刚来的时候 我阿姨说养条土狗也好 养条土狗好看家 多多爱 一到晚上睡得跟猪一样 比我睡得还小 就不只要他看家了 我阿姨说把他养大了 就可以看家 看 他这个样子 我感觉有点像竹鼠 萌萌的 这个眼睛好小 他可能太冷了吧 然后身体一直在发抖 萌萌把你这个帽子割下来 给我们家 多多 给我们家这个小狗狗 挡被子好吗 哈哈哈哈 这样啊 哈哈哈哈 你坐 好 别把 屎拉到你猫猫子里面了 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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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呦 嘿 来 下来跟他们去玩 给他叫什么名字呀 叫丑丑吧 这么丑 叫多 叫福福吧 多福 就叫福福吧 好呀 好呀 对 你们家的叫什么名字呀 他们家的 它意思是雪球 叫雪球啊 你们家狗是黑色的 应该叫黑球 叫霉球 我现在给它改名字 雪雪你确定是跳蚤吗 对 没有啊 对 这么小的狗哪来的 跳蚤啊 对 这个像 那个嘛 估计是多多身上的 给它包装 给它包装 你要衣服包装 没事 这么小 哇 好难的 我感觉我阿姨更喜欢这个狗 它不喜欢多多 这么小 奶豆比较麻烦 嗯 它刚来的时候 我们家多多 我只要一抱它 它就吃醋 然后这样爬我的身 不让我抱这个狗 现在习惯了 对吧多多 它又在 又在 这样往远方 思考狗身 你干嘛 思考 不思考的 多多 朋友们它现在还没有名字 所以还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小北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